大家好,我是Dan 因涉嫌擅自进入乌克兰战争而被移交审判的伊根得玉 大家还记得吗 昨天在第一次公审后 对法庭庞庭元的YouTuber施暴 并打费了他的手机而引起了热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是这样的 3月20号 伊根得玉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上进行了第一次公审 在公审结束后 伊根在法庭外的走廊上与这名YouTuber发生了冲突 这位YouTuber一路跟着伊根说道 身为连续6年的信用不良者 你对债券人没有一丝牵引吗 对于反复提问同样问题的YouTuber 伊根一边骂着一边用拳头打向他的脸 但是这位YouTuber并没有放弃 又一次跟着伊根不断询问 你怎么看待殴打我的事情 你真的对债券人没有一丝牵引吗 对此伊根又一次破口大骂后 用手打飞了这位YouTuber正在直播的手机 据了解 该YouTuber平时就一直对伊根提出各种质疑 而伊根也在自己的YouTuber频道指责过 对方持续在扩散虚假事实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个我在新闻上看了 如果不是律师权力阻挡的话 真的会出大事的 暴力当然是错的 但是那个YouTuber也太过分了 这个真的不是采访 根本就是在挑戏对方 连垃圾记者称号都不配叫的蚊子一样的存在 真的是放弃了人的尊严 又不是记者还在那里擅自公开 里跟家人身份的区区一个YouTuber 在法院一直跟着激怒对方 这种程度能结束算你幸运了 后面的记者们都惊讶地张开嘴巴了 这位YouTuber虽然做错了 但是暴力是不管什么理由都无法允许的 伊根必须要道歉 所以伊根与这位YouTuber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们下期见